疫情期间无法出国游玩 国人于是将目光转向了本地的自然风光 包括探索海岸的潮汕带 近距离的去认识海洋生物 提供潮汕带导览服务的业者表示 参与者人数同疫情前相比增长三倍 清晨五点天还未亮 张仪海滩出现了准备去探险的导览团 聆听向导给予的安全指示之后 到会便开始出发 沿着沙滩行走 趁潮水退去时 看看这些海洋小生物 两小时的导览活动 成年人每一位收费八十新元 活动通常会在黄昏或黎明时开始 导览员一天最多能够带领五组人 每个月最多有八天的导览活动 从疫情前相比起来 需求增加了将近六成 参与的民众都表示货益良多 不过探索潮间带存有一定的风险 包括瞬间涨潮导致溺水 泥露和踩到危险生物等 因此专家不建议人们独自前往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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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